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各大港口运营商联合智信白宫 强烈反对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征收25%的关税 指出这将增加超过1.3亿美元的成本 并影响港口效率和消费者价格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的最新举措 日本政府决定补贴本国抗生素供应链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是为了应对2019年因中国生产中断 而导致的抗生素短缺问题 最后美国政府对中国游泳运动员 禁要案展开形式调查 国际永联的高层将作证 这起案件涉及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他们在2021年被检测出使用禁要 但仍被允许参赛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美国各大港口针对白宫提出的 对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征收关税 发出了严重的经济风险警告 根据报道 包括加州 佛罗里达州 南卡罗莱纳州 德州和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多个港口 制性美国贸易代表 指出这项25%的关税计划 将会增加超过1.3亿美元的成本 并使美国港口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竞争 中处于劣势 他们强调 这些关税不仅无助于达成其目标 反而会严重影响港口的效率和容量 增加消费者价格 并削弱美国经济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局势 欢迎来到我们的局势简报 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梁骏 今天的第一条新闻是关于美国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禁药案的调查 国际永联的执行董事布伦特·诺维基被命令作为证人出庭 这起案件涉及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他们在2021年被检测出使用禁药 但仍被允许参赛 这些运动员即将参加巴黎奥运会 国际永联确认诺维基已收到船票 并正与美国政府安排会面 接下来的新闻来自欧盟 欧盟决定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征收更高的关税 这一决定是基于欧洲委员会的调查 发现中国电动车制造商受益于大量政府补贴 从而能以低价竞争 欧盟政府将在11月2日前投票确认这一决定 如果欧洲汽车业因为这些补贴受到实质性损害 欧盟将开始征收这些关税 最后我们来看看中俄之间的合作 据欧洲消息来源 中国正在与俄罗斯合作生产可用于乌克兰的攻击无人机 虽然美国尚未看到直接的武器销售证据 但这一消息引发了对中国可能向俄罗斯出售完整攻击无人机或组装套件的担忧 批评者认为 西方对中国支持俄罗斯行动的反应过于软弱和优柔寡断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日华尔街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网报 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 日本政府决定补贴本国抗生素供应链 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一举措是为了应对2019年因中国生产中断而导致的抗生素短缺问题 日本卫生部将提供约3.41亿美元的资助 预计全面供应要到2025财年或更晚才能开始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多伦多市的一个创新项目 他们正在使用山羊来管理入侵植物 这些山羊能在两三天内吃掉一英亩的植物 并帮助增加栖息的的生物多样性 如果试点成功 这一方法可能会被用于城市的其他草地维护 最后 前华尔街高管Lulu C. Wong认为艺术有能力团结美国 她和丈夫为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美国展厅捐款 希望通过展示艺术品来提醒人们他们都是人类 并促进相互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再次举手 重申多几世界的理念 并强调要团结抵制外来干涉 然而西方观察人士指出 尽管中俄有意被宣称无上限 但中国正趁俄罗斯陷入乌克兰战争泥潭之际 加紧蚕食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 这种趋势显示出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而俄罗斯的地位则相对削弱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北约即将在华盛顿召开峰会 纪念成立75周年 并探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发挥更多作用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史蒂芬·弗拉纳根指出 虽然北约在印太地区的安全角色不大 但盟国已经意识到在该地区采取有限步骤的必要性 德国等北约国家开始向该区域派遣军舰 以反制中国的咄咄逼人 峰会期间 北约各国领导人将与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和新西兰的领导人会面 讨论增强 对抗中国活动的韧性 以及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的具体方法 香港电台报道 中国今早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成功发射天会5号灵粮组卫星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新华社报道 天会5号灵粮组卫星主要用于地理信息测绘 国土资源普查和科学试验研究等任务 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527次飞行 标志着中国在航天技术领域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民进火拍 习近平对军队的大侵袭 引发了中共内部的严重危机 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 6月27日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被起诉 紧接着总参政治部原主任耿辽元 自疑的消息传出 余茂春在台北指出 中共军队内部腐败严重 很多作战能力都是虚报的 尽管中共在一些新领域有所进展 但与美国相比仍差距巨大 美国一直劝说中共不要轻易动武 因为一旦擦枪走火 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余茂春还强调 中共对台湾的战略最怕的是多国同时反击 这会让中共应接不暇 习近平的整肃行动 反映出中共内部的深层矛盾 余茂春认为 美国不仅要与中共领导人打交道 更要与中国人民打交道 因为中共的利益 与中国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 德润传媒 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境 牛肉价格暴跌 成为最新的危险信号 北京当局敦促农民提高产量 并开放更多进口 但经济放缓 导致冷库里的肉类堆积 价格跌至5年来最低点 批发价格下降18% 越来越多的养牛户 陷入亏损 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 李道奎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表示 中国经济需求能力 为跟上生产能力 导致物价下行 内需不足 未来增长速度可能受限 李道奎还自嘲说到 银行骚扰电话 反映出贷款难以放出的问题 网友们指出 银行更愿意贷款给公务员和国企员工 而小微企业难以获得资金 导致经济恶化 解决医疗 教育 养老问题 才能提升老百姓的消费能力 纽约时报 美国总统拜登面临退选压力增大 尽管白宫强烈否认 但民主党内质疑声不断 纽约时报民调显示 川普在总统竞选中领先拜登 拜登的年龄成为选民担忧的主要原因 CNN分析 拜登急需扭转颓势 7月4日的独立纪念日 对他优为重要 拜登再一次电话会议中表示 他不会退出竞选 但民主党内支持正逐步流失 一些贺锦丽的盟友 已经开始讨论拜登退选后的竞选策略 川普在高尔夫球场上声称 拜登将退选 引发更多猜测 民调显示 川普在全美范围内领先拜登 选民对两位候选人普遍不满 许多人希望有新的选择 美国之音中文网 世界水上运动总会 World Aquatics 证实 其最高管理者 被美国联邦政府要求 作为证人 在一项刑事调查中作证 该调查涉及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2021年 未通过兴奋剂检测 但仍被允许继续比赛的事件 消息发布在巴黎奥运会前三周 这些运动员 包括在东京奥运会上 为中国赢得三枚金牌的选手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WADA 和中国当局解释 检测阳性结果是 由于酒店食品污染 未对运动员竞赛 美国国会众议院 中共问题特赦委员会 要求美国司法部 和联邦调查局 FBI 调查此案 该法律允许调查 涉嫌兴奋剂的串谋 即使这些串谋 发生在美国境外 世界水上运动 总会执行董事 布伦特诺维茨基 Brent Noicke 已收到船票 需在调查中作证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律师表示 在COVID 19大流行期间 无法前往中国独立 验证中国当局的说法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 USADA 首席执行官 特拉维斯泰加特 Travis Tigert 表示 正在进行的联邦调查 可能会让前往美国的体育官员 担心他们可能 不得不回答连调局 关于他们活动的问题 加拿大之声 国际游泳联合会证实 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 在2021年 东京奥运会前 被检测出禁药呈阳性反应 但中国当局 以酒店食品污染为由 未对运动员竞赛 事件直到今年4月 被媒体报道后才公之于众 美国众议院 中国问题委员会 要求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 展开调查 游泳名将菲尔普斯 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 运动员对世界反兴奋级机构 WADA 失去信心 2028年奥运会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 国际奥委会将于7月24日确认 盐湖成为2034年冬季奥运会的主办城市 WADA曾反对 罗琴科夫反兴奋计法 Rodchenkov Anti-Doping Act 认为这带来了 美国联邦机构 与外管辖权过度扩张的风险 国际奥委会也表示了担忧 新岛日报 今日在中国深圳举行的 U18亚洲北女蓝赛上 一名身高7尺4舵 223公分的17岁新星张子宇 引起了巨大轰动 她被誉为女姚明 张子宇在比赛中 展现出绝对的高度优势 投篮技巧稳定 心理素质佳 每场比赛军舰进步 前途无限 另一位敬为天人的选手 是来自香港的9岁女孩肖木雅 她在成都市市运会见机比赛中 获得丁组女子配件个人赛银牌 及团体赛金牌 巴黎奥运即将到来 需关注法国南篮球星云班叶马 她将连同NBA常人高拔和组巴黎双塔 法国拥有主场之力 有力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经界奥运南篮金牌 并不一定是美国的囊中物 悉尼城风暴报道 美国在以色列与哈马斯谈判中 取得了重大突破 哈马斯在潜在人质释放协议中 做出了关键调整 增加了达成协议的希望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授权摩萨德领军详谈 这标志着双方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如果成功 最终协议或在数周内达成 然而具体细节和进展仍需进一步观察 金融时报分析 管虎指导的电影《狗镇》 尽管在海外获得了认可 但在国内票房表现并不理想 影片讲述了假设出狱的二狼与一条黑狗 在2008年奥运前夕的戈壁小镇上建立的深厚情感 尽管管虎在影片中尝试重回个人趣味 并借助动物元素进行在创作 但最终未能成功 影片在叙事和角色塑造上 显得乏味和空洞 未能有效打动观众 金融时报报道 日本新法案特定智能手机软件竞争促进法生效 要求苹果公司大幅降低苹果税 并允许第三方支付系统 欧盟也对苹果展开调查 认定其新条款依然违反数字市场法案 中国市场目前仍承受全球最高的苹果税 但随着各国立法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或将采取行动 苹果公司在全球数字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适度开放与降税更有利于消费者和开发者利益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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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